《樓市焦點》 繼續回來這部份 就是《樓市焦點》這部份 大家都說了 工業安全其實很重要 加輝 最近我們發現很多 工業安全的情況出現 特別是有些傷亡個案 我們請到兩位嘉賓和我們驚訝 包括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 吳新華 吳新華你好 你好 另外還有工業傷亡權益會 總幹事蕭士文小姐 Hello 蕭小姐你好 Hello 大家好 還有嘉輝我們的嘉賓主持 地產發展往往都涉及不少工程、基建等等 近日接連發生了不少致命的工業意外 作為業界的一份子 怎麼看這個趨勢、怎麼看這個情況呢 吳新華 其實這個當然大家都看不理想 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想都有十年 因為剛剛推出了勞工署的增加法則條例 去到一千萬 今天的主題不是這件事 而是在討論過程中 勞工署是給了數字的 在過去十年 其實我們那個千人意外率 是大幅下降 降低了75% 這個很明顯就是業界 在各方面的努力所造成 但很不幸就是那個嚴重的飛桶 我們說新故事故 就持續都在高位 這個去到有少許樽頸的感覺 其實一直大家都做很多事情去做 但我覺得那個問題 除了我們一直去加強我們的培訓 或者是我們在程序上 或者檢測方面各方面 盡量做多些之外 或者提供更加好的器材 甚至我們嘗試用機械人 或者是用4S的地盤檢測系統 但只是靠硬件不夠 其實軟件我覺得是現在的精緻所在 就是說人的安全文化的問題 其實大家是不是真的 上心去注重安全呢 上心其實很重要 是啊 沒錯 現在我看到很多問題的出現 其實就是大家 一個可能掉以輕心 一個就是枉顧安全 那這樣東西 我不是想說中國站給工人 絕對不是 因為在前線做事的話 也包括我們管理人員 管工 安全主任 那我想在管理層上面 第一個就要提供適合的工具 條件 環境 器材給他們 那去前面的話 其實真的很依賴我們的同事 他們在前線去怎樣監管同事 以及工友是不是又願意去配合 嗯 其實看回 工業意外最近都發生了很多 但是我們看回 就是牽涉不同的工種 大家都直覺一看 就是起樓 但是應該在裡面 牽涉很多不同的工種 那哪類型的工種的意外 出現較多呢 吳先生 在過去這麼多年 其實根據統計 有兩點是出現 嚴重事故是比較嚴重的 一個就是人體從高處落下 就是跌下來 另一個就是掉運所引致的傷亡 這兩個都是我們行業裏面 比較嚴重的出現事故的地方 那我想問一下蕭小姐 其實從工業傷亡權益方面去看 其實這段時間都真的有多少 致命的工業意外 怎麼看趨勢的情況又是怎樣 首先我們都表示很痛心 因為我們的工作 是嚴重意外發生之後 我們會第一時間去醫院 或者意外延長去接觸家屬 所以這段時間真的非常非常密 我們經常都要出去工作 剛才我有同意 吳申華所說的一個論點 就是我們安全文化的問題 令到我們的安全意識不足 而引致意外頻密 當然裏面還是包括我們很多 各個不同階層崗位職位的人 的安全意識問題 我覺得現在政府還是比較落後 一直在針對前線工人的安全意識不足 還有相關的培訓等等 都是針對前線工人來做的 近年多了做管工 但我覺得其實安全文化應該由上而下 由政府帶頭到公司 公司有他的大老闆 他自己都要有一個很強的安全文化 我們經常說如果一些意外發生了 你想避免的 或者是你見到一些工人不安全的行為 你作為管理層 你必須立刻去阻止他 甚至如果一些行為持續發生 僱主絕對有資源和權力 去不用工友 所以我們不能只是把責任放在工友身上 所有不同的崗位的人都有安全的責任 雙方都有責任 加上油麻地方面 有一宗工業意外 就是地盤吊備車的鋼欄斷熱 令幾名工人都被墮下來 一些鐵資擊中 這一類的工業意外 可否可見 過去的情況又是怎樣 都時有發生的 關於吊雲的意外 今次我也更新一下傷者的狀況 有四名傷者 其中我們接觸到兩位比較嚴重 當中有一位是腦部受傷 所以他做了腦部手術 亦有骨的問題 現在情況慢慢復康 真的很慢行 沒有造成生命危險 但比較慢 現在是吃不到東西 吞煙有困難 各有問題 另外那個是有骨折兩處骨折 需要做手術 我們都說 其實在這個意外裡面 看到一些 其實是不容許會發生的事情 發生了 是什麼呢 就是吊雲的期間 下面有人 即是在危險區裡 有人在 其實我們的指引 各樣都很清晰 吊雲期間 其實下面一定要清長 在一些範圍裡面 不能讓人進去 即是避免如果有一些 斷了 或者一些東西掉下來 都不會傷到人 即是今次要問 就是為什麼下面有人 牽涉到是不是有交叉 作業 或者有趕工的問題等等 這個可以 阿五先生可以再分析一下 不過以我們當日 去收集不同的資料 所得來 就是當日下面 其實有七八十個工人 在做事 而那個位置 就是落貨區 是當時有七八個人 當中的東西掉下來 就摘到其中四個 吳先生 其實現在我們說 很多吊雲的工作都會做 剛才蕭小姐也說 吊雲期間 其實都有不同的指引 其實下面不應該有人 那情況 其實你自己看又是怎樣 我完全同意蕭先生所說 因為其實我剛才提過 主持人問 兩個最多事故出現的 一個就是人體重高處當下 另外一個就是吊雲 其實這兩個東西 我不會覺得它是一種意外 這是一個事故 斷戀是意外 說真的 沒有人能夠百分百保證 那個材料的壽命 或者有什麼意外 那個可以叫意外 但是摘到人不是意外 因為其實你在作業的要求上面 最基本的 那個叫做Fatial Zone 就是會死人的 那個環境一定要清場 遺風 還有必須有負責安全的同時 在現場去看著監督著 沒有人應該在那個環境裡 而人體高處當下 你跌下來 當然大家都預計不到 可能有些位置斷了板 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在工作期間 有扣安全帶 那你就吊著 這個我覺得 有些防線 我們必須要守 而這些如果我們真的認真做到的話 我相信這些不幸事件會大幅降低 但是我們守不守得住 因為很多時候 就像剛才說的調運 那為什麼下面那麼多人呢 那我想只有一個原因 叫做趕工 就是不適當的時候 做不適當的事情 那這件事我想 大家對那個安全意識 要凌駕於我們工程的時間上面 就是人命不能回頭 我們在2009年 跟其他我們業內的團體 成立了一個光害基金 現在都十幾年了 其實我們每一次有工業過身 我們都會即時拿一些運命金過去 你進去見到他的家人 你那種感受是很淒涼的 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熱心 想去做安全 因為我們真的不忍心 就看到這些事情出現 我經常說你打份工而已 又不是打仗 又不是搞革命 不用賠上性命 不值得 還有有些工業有時候 他們意識上是比較薄 覺得自己做了這麼多年 沒事的 就是有一點點的傾向 我以前都是這樣做的 是啊 我做了幾十年 怎麼會有事 我跟他說 你這條命不是你的 是你家人 我覺得這些 我想完成一點 要讓他理解他們的責任在哪裏 不是這條命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如果你真的不幸過身 那你的老婆子女怎麼辦 誰照顧他們 其實你的責任很大 我們看到很多都是一些家庭經濟支柱 工人 很不幸過身 可能對家庭的打擊也很大 是啊 沒錯 我們經常說 工業安全之下 僱主僱員都是有責任 現在法例或者規管教育上面 有足不足夠 怎樣可以與時並進 休息回來再說 繼續回來這一節 我們也有兩位嘉賓 跟我談談工業安全的話題 就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 吳申華也有工業相亡權益會總幹事 蕭士文 還有我們嘉賓主持劉交輝 在休息之前都說了 現在工業意外一宗都嫌多 其實僱主僱員都有責任 是啊 當然僱主僱員都有責任 但是現在法例的規管和教育是怎樣的呢 吳申華如果你說 在法例方面 根據勞工處的檢控條例 它有兩部份的 一部份就是檢控僱主 一部份檢控僱員 但是在檢控僱主的一部份 就比較特殊一些 因為在2003年 以前他們用contractor這個字 很明顯在政府來說是成建章 劉家作、SDL 所有的contractor包括二判、三砂 所以其實中間出現的問題 法例本身原本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的對象是一個人 所有的責任都是他 所以裏面他說 ensure the employee 怎樣怎樣 是合理的 當你有三個人在上面的時候 那三個人的責任就要釐清了 即大判、二判、三判 沒錯 我們一般來說 地盤一定要大判 我們分包商就是二判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 下面都有三沙 負責不同類型的工作 我們去管理 但是問題是 這三個持份者 他們之間究竟有沒有 一些比較明確的分工呢 舉例 如果你說大判負責的是 在十樣東西裏面 他負責五樣的 那我們二判可能四樣的 那前線那個就一樣 那這些我想 如果能夠清晰些去界定 那就會比較好些 那當然現在建造議會 他是出了一個指引的 就說在自分者裏面 包括甚至是業主、設計師、承建商、分包商 以至到管理人員、工友 都有他們的責任 但是一層一層牽涉到很多人 很多 你要追究哪一個的責任 其實是相當困難 是不是 我們建造業就超過五十萬人 工人也四十幾萬 大概八萬的管理人員 所以加起來 我想就五十幾萬 所以人數非常多 但是其實要釐清責任 我想我們不是畫一條死線 應該是說大家的責任上面有一個crossover 如果你有條線就這樣抹了 中間可能會出現一個洞 所以其實這件事就是大家的交接上面 究竟那個責任去到哪裏 可能有些是重複責任也沒關係 大家就去做好它 比如說要做安全報告 不只是大盤做 我們原本也要做 那令到這件事可以涵涉不倒 這個是我們都在努力 但在法律上就沒有一個清晰的分別 其實看回剛才說過 是規管和教育 比如說在規管方面 比如說會不會多些這些巡查 會有幫助改善這個情況 改善一定有的 但是我由始終都說了 我們其實 我們講管理講carrot and steak 那你用steak的 那你這個看對象 你去巡查究竟你會 你的目的是什麼呢 那當然是進行勸如警告或者檢控 那如果你去到 是看不到現場的狀況的 那你做不到 這個第一 第二就是說就算你做了這件事 是不是代表那些人的心裡面的文化有轉變呢 那又講 我不是跟不同的消息人講 就是我們持份者有不同的責任 但是比如工友這樣 大家會見到 那個公司就多了 那個工友就很少的 那我不是針對工友 我說最基本的 個人防護工具 我安全帶 安全帽 眼罩 耳塞那些 我們有責任提供給他 但我給了他 我轉頭他就脫下 那我真的幫不到他 但是最終告的是告我們 因為就說我們監管不力 那這個其實在邏輯上 我覺得是不太通的 但是法律是這樣 那現在這個就是個規觀情況 但是整體所告 就是我們所知 到目前為止 告工友的比例是 少於那個公司很多 我想也都反映了一個現實問題的 為什麼要告工友會少一點呢 第一 工友其實不是傷就死了 那你再告他 再罰他都沒什麼意思 第二就是當然 我們工友 我們有的權力和資源 都一定會比僱主低的 如果去到一些現實情況 就是說 僱主給了我 我不用 是那個工人人有責任的 但是我們也要想 為什麼工人不用呢 也可能是受到上面的壓力 因為我們聽很多工人 就是說 他們有時想做好一些安全的事情 或者要求僱主提供一些工作台 給他 不夠高 用普通的梯台 那些僱主是不給他 甚至嫌他麻煩 你這麼多時間不要回家 這些事情聽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 我們也要去問背後的原因 裡面反映了就是權力的差別 還有在懲罰上 我覺得僱主一定是有監管的站 監督的站 是離不開的 所以最終都是罰僱主 或者承判商多些 就是工友都要監管去用 所以我覺得case by case 如果有些是真的工友的問題 屢勸不改 那罰工友也是應該的 但是如果情況不是這樣 罰僱主多一些 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你們覺得 罰則上面 是否需要加重呢 譬如今年四月 修訂的健康條例之後 看近期仍然發生 很多種致命的工業意外 有些立法會議員 昨天教了的時候 也有質詢過 當局有沒有需要 計劃進一步修例 勞福局方面 蘇玉咸局長就說 法例已經清楚說明 各自分者是法律責任 現在就無意再修例 但是當局未來一年 都會檢討建築條例 建築物條例 並且會提出修訂的建議 你們自己看回 那個佛則 應不應該再加重呢 吳先生 如果我看佛則 其實現在的佛則 我想大家平常看 如果有嚴重的事故 佛則可以去到一千萬 我想都不是一個小數目 其實這個也是 我想局方當時也說過 全香港最高的佛則 可以罰錢 以銀碼來說 甚至乎都會 應事監禁 兩年 絕對已經去到頂點了 問題是 那些人究竟會不會關我的事 這個才是大問題 罰一千萬罰誰呢 罰僱主的 我其實不是不同意 蕭帥文的說法 公有一定有他的限制 在不同的地盤 對著不同的老闆 都有不同的情況 我不是想一刀切 將公有說他不對 但是我們是 也不是說他死了還要告他 說真的大家都明白 中國人死者為大 他都過身 沒有帶安全帶 傷了也不好了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好像在地盤 現在經常出現就是 Minkon他們會有一些 safety supervisor 就巡查地盤 但是他們經常拿著相機做人 拍到哪個公有 沒有帶安全帶去工作 或者沒有帶安全帽違規的 他就拍照 拍完照之後 他不是叫公有停工的 不是叫他停止工作要求他做 是把照片做好紀錄 然後還給分半張 然後罰錢 一頂安全帽就2000元 第二頂安全帽就4000元 這樣成長 其實你又覺得這樣 對那個工有沒有作用呢 你只是一種方法 令到那個判章受罰 還有一樣的 那個所謂第二頂安全帽 不是同一個人 是第二個人 是 A就罰2000 到B 都是你那個旗下 就罰4000 這樣對工人完全沒有感覺 我不是說要罰工人錢 我希望他們有些壓力 他明白到如果他不守規矩 原來他都會要承擔一些責任的 那個責任可以是 簡單到我要你上重溫課程 我要求你 因為你安全做得不好 就好像那些駕駛改進課程 沒錯沒錯 Exactly就是這樣 我不是要他沒有公開 我不是要罰他錢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 都給他一些壓力 你做得不好 你要去上課了 那最低限度 我煩了他也好 這個正正會不會 因為現在說 建築工人不夠的情況之下 其實可能大家有些 他真的有些事情做不到 也有他呢 如果我的說法一定是 因為這個是事實 如果不是都沒有 第二個議題說輸入外勞 現在我們缺口 由萬 你現在去到四萬 那你想一下 那些工人 年年加薪工 剛剛今年就加7-10% 那我們追都追不及了 那其實現在是事靠人 那你說我們會說 他不聽話我不給低台 就是我不能夠說這個世界 完全沒有這種僱主的 但是我們就不會因為這樣 而不提供給他 對我一些好處都沒有 其實說真的 如果一個工友他有事 我們很麻煩 我們的保險會被人claim 我們會有後續給勞工主起訴 甚至地盤要停工 你想一下如果我們停工 兩個星期至一個月 那個損失多大 怎麼追回時間 所以其實在僱主的立場 是絕對不希望有些事情出現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的手伸多長呢 我們下面的前線管理人員 我不說就是工友 包括safety supervisor safety officer 或者我們的管工 他們又有多重視安全呢 就算那個領導層多有心做都 給了資源都 他的心不在這裏 他不是說不著意那間公司 可能他著意在工程的進度那裏 對安全就被疏忽了 所以我覺得要令到他們明白安全的重要性 是全民教育 不過我想剛才回應五三個問題 如果你們真的見到有工友 不斷做一些不安全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地盤應該要立刻阻止 而不是拍照就算了 否則我們正在縱容這些不安全的行為 也都保障不到工友 這些手段其實可以是一些簡單的行政 和管理手段來的 可以談得到的 不是說下下罰錢 我們都是想幫工友 所以看到這些行為是即時阻止的需要 但兩位覺得在教育上 政府其實在教育工人 甚至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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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方面 其實可否再做些事情 宣傳教育巡視等等 各方面可以阻止這些事件再發生呢 必須要做到 必須要做也可以做到 但正如我一開始所說 我們這些教育不可以針對前線工人 如果我們進入地盤 假設是地盤才算 先進行一些課程 已經太遲了 現在我們在做7.5小時的平安卡課程 是強制的課程 但內容有很多 但也不會碰一些 完全做不到一個建立安全意識的作用 怎樣才建立安全意識 是一個很長遠的情況 所以必須由小做起 五三現在有沒有條件可以做呢 其實工人不夠 在他們進入地盤之前 可能還要上一些安全課程 有沒有條件可以做到呢 其實做 這是我同意的 我也要做 但問題是我們要看資源問題 還有資源不只是錢 是那個時間的問題 那些工友願不願意接受 還有一些舊友的員工 覺得自己經驗很豐富 他們未必願意去上 那個心態問題 是的 其實我經常說 我不是想中華站給了某一撮的人 我明白的 蕭信明他就給工友 其實我也有提到前線管理人員 我們的管理層 因為老闆給資源是一定的了 我相信沒有人願意見到這些事故出現的 但當你給資源來之後 究竟在前面的 無論PM也好 我們的地盤管工也好 或者安全的管理人員 以致到所謂的判頭打理 他們不是一條心做好 其實我覺得我們要推動一件事 就不是我們分究誰要有什麼單純的責任 而是我們有沒有顧己及人 互相去照顧對方 你看到地盤 有木方跌 地盤有釘 你都會撿起他 這些我看到工人他不安全 或者那個地方 我先說地方 那裡有個洞 我們應該立刻就通知 不是說我繞個圈走過去就算了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安全的 不一定只要考了排過才做的 其實我們在地盤這麼多年 對地盤的環境 一定有一定的基礎認識 哪些為之危險 是不會不知道的 我覺得現在不是去到 工友完全沒有現在能力 你沒有設備 沒有環境 我都要逼我做 我覺得這個不現實 你不是說幾十年前的時候的環境 我覺得工友 大家都有責任的 大家都要say no 不適合這個環境 不要做 我如果工友停工 我一點都不會介意 你不要在我頭上吊東西 我一定絕對不同意 吳家輝聽了這麼多 其實兩位都說了 其實無論是工友 以至管理層 其實整個架 各個人都有一個責任在 希望政府能夠多些宣傳 多些推動 希望工業安全 一旦都不會有 今天我們因為時間所限 謝謝吳申華 也謝謝蕭市民和我們探討這個話題 多謝兩位 謝謝 謝謝兩位的支持人 為人ủ Fuck you 跟湯 你同意 唯一 做 NES 十 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